我个人的习惯是 一 刚刚那样子的资料表 我下载下来 我就先把它放在我的范例里 我的范例 减下 就是我刚刚是不是下载下来这个范例 我刚刚是不是从微服部下载了 这一个什么非计划性住院案件 出院后14日以内再住院率 所以请把它剪下来 剪下 我个人的习惯是放到 我自己的一碟的一个指定的位置 我是放在这边 铁上 非计划性住院 然后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先把这个档名稍微说短一点好不好 因为那个太长的名字 只是我浪费时间 一直在那边讲 这个叫做14日 14日再住院率 其他都删掉 14日再住院率 14日再住院率 这些都删掉了 可以吗 我之所以刻意留14 用阿拉伯数字是为了我要放在第一个方便等一下我找 都可以知道这个名称什么非计划性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 刚那个视窗用不到了 我现在HOWDI是不是要去分析刚刚那个14日内再住院率 所以我是不是要取得资料 怎么样取得资料 好请点选要跟着我做了 一常用 它是最平凡最经常使用的一个功能 第二取得资料 点选取得资料 第三 各位您从卫福部下载下来 我刚刚有特别设定指导CSV 所以你这边你只要点这个CSV就好了 文字 CSV 好请点文字CSV 好这三个动作 然后接下来就去找你刚刚那个档案 你就找得到了 我刚刚的档案放置的位置跟你不太一样 14日再住院率 然后开启 这个画面就是开启就导 但事实上他真的不是在做开启就导这件事 他在做取得 他在做取得 好 那等一下你右边 栏位就会看到他有很多很多的栏位名称 好请问一下 你这边你可能要稍微知道这件事这个档案原点 这个档案原点有没有发现它是什么65001UMI code 这个UTF-8 好那你要稍微知道一下我们从网路下载下来的档案它都是UTF-8的编码 好那我们以色列自己用本机以色列做的都是B5B5就是大5 就是那个Code是不一样的意思 好那不过不管你到底你的档案是什么类型 只要你没有看到乱码 这叫这是正常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些都是乱码 等我一下 就是你从最最基本的B5改成UTF-8 或是UTF-8改成B5 就只有这两种就对了 好 因为你现在研究的资料都是台湾的资料 假设你今天研究的是 就是你的原始资料是法文 那我也不知道它的编码是什么 但是谁会知道 Google 请就Google一下 请问Google的网络编码模式是什么 这样听得懂吗 因为你有可能会需要知道这件事 好了 反正这边因为它不是乱码 你就直接点载入就好了 所以现在请各位点这个载入 然后剩下就是电脑在做的事情 可是它不能在 好等一下 所以稍微等一下 这栏位快跑完了 好 你看这个栏位 右边这栏位 你点它 你就会看到所有相关的栏位 这就代表你跑完了 好